雪耳银行执銷小牌均 说到雪耳真的很好 雪耳最滋潤 滑大墙 高纤维 选雪耳必须选 雪耳必须选一些比较黄色 深色 太白的很多时候会飘过 有酸味和质感不太爽 我们说是小只 泡水后也很大 我们可以把它剪开 饼哥 我看有些雪耳很大很松 真还是假的? 也没有什么假雪耳 但很多时候它们做的方法不太好 种种的时候飞飞水稳定起见 因为有很多时候会有酸性物质 我喜欢老板这些脚在这里很爽 今天我们选择了飞排骨 飞排骨就是背部的排骨 它煮出来会软滑很多 就不会硬的 排骨方面腌得很简单 就是豉油 对了 生粉 再放芝麻油和胡椒粉 我把它拌均匀 腌十分钟左右 首先我们将飞排骨煎 我们有个好处就是 我们先放油 不用放油 记住 我们煮菜是用锅去煮 不是用油去煮菜 对吧? 煎排骨会不会做花骨 小心点 我们这些骨 你不要太大力地刮它 刮到表面 如果你煎一下 很简单 很自然地翻一下 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心急 但是够温度 给它一点时间就可以了 煎到它有点金黄 就是它将肉里的汁包了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蒜蓉 中火煮东西的话 就不用怕锅子会焦 好了 给了一点葱 BEN哥 是 不用飞碎吗? 飞碎有个不好处是 会漏掉肉汁的味道 对吧? 煮汤 多时我们上这些汤 不要那么脆 不要那么多黑点 我们就将它飞水 而且怕它太多油 真的要喝一口 好汤的话 其实你汤脆的东西 或者油 就会把它剥掉 对吧? 加点水下去 这些排骨我们是煮软 而且汁会收回它 所以我们就来 盖盖 慢一点火 就把它煮到它 收汁 剩下少许汁 那就OK了 哇 闻得很香的味道 嗯 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加少许汁 今天的主角 又滋阴又滋醋的 这个是雪耳 雪耳是哪里的? 不是长洲 是漿洲 所以吃得很滋润 所以冰糖炖雪耳 是一个很好的滋润的甜品 对吧? 好了 再加上今天我加少许 白果 或者银杏 这个就是 我们先把它淋水 我们这些是炎成一包的 但是如果你是 真是很有心 很有心 有心的 你可以买一些 是回来 剥了些壳 都可以 Ben哥不想吃白果 可以怎么样? 是的 很多人投资都很怕吃白果 不吃白果 不如放鲜莲籽 这些都可以的 哇 你看它吸了一些汁 那些雪耳和白果 一直吸了那些雪耳 吸了汁非常好吃 吸了汁 让它再炆一会 但是不要太猛火 嗯 那就差不多了 好了 放一点糖 调一调味 两粒那么多海盐 好了 拌均匀 大家看到汁很少 不要太多 不打烬就行 但是如果你喜欢 更漂亮 和汁吃得更紧 你可以放一点 一些芡汁 不要太多 太多 就会是那个 吃起来好像很肥的感觉 刚刚包着它 稀稀地 好了 可以关火了 上碟 看看雪耳 有多滋滋的感觉 哇 这个是雪耳 银行汁烧小排骨 阿 哈哈 祝你